後面會講到 其實後面講 因為你前面後面不搭 你不能把字串塞到那個 這個Double裡面去 它不接受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呢 把它取得的東西 把它轉換為Double 就可以放進去 所以它多一個動作就是 轉型 轉型要怎麼轉 你可以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的話 就是在前面加一個 小刮弧Double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看到那個 Double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起來 然後在這裡怎麼樣呢 給它一個小刮弧 強制轉型 不過強制轉型在這裡 它沒有辦法幫你把它強制轉型 為什麼它不接受這種方式 所以第一種方式如果不行的話 請你用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稍微記一下 就是 把這個D 把它改為大型 Double 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小寫的D 第一的話是資料形態 如果你是大寫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 裡面 這個類別裡面就會有很多的方法 點下去之後的話 大寫就是你可以做 它等於有點像也是 預先載入的一個零件 你可以用它做什麼 後面記得 它有個叫Value Value Value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刮弧之後 Double點Value 就是把字串 會轉成Double 丟給前面就OK了 這個方法很常用到 Enter之後的話 你就把後面這個刮弧 留前刮弧 然後移到後面之後的話 再加個後刮弧 特別注意 這個前刮弧在這裡 這個後刮弧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 它就把什麼 這裡面本來是字串有沒有 然後強制 不是強制 轉型 轉型為Double 丟給前面 這樣就OK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就寫完了 先匯入 然後再加一個 這地方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這邊按確定 那一樣會跳出請輸入成績 56分 你會發現就OK了 不過你輸入56它會變成56.0 然後它自動幫你加一個小數點 因為是Double 98 有沒有True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裡 各位試一下 Input 記得在第一行的地方 加一個什麼Input Java X String 然後J Option Pen 在這邊利用J Option Pen 裡面的一個方法 Show Input Dialog OK 那畫面我等一下也會把它丟到我剛剛給各位那個網址 就是那個畫面這個畫面最後完成你會把它放在上面給各位參考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可愛先